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耶俊斯TOYS channel OK 那本期给大家分享的是 来自烽火轮RC系列的这一款 大家应该已经都知道了 看了这个盒子 是德托马索 那我们首先先不看这个小车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盒子 德托马索 这个应该是一个意大利语 那后面这个马古斯塔 是它的一个具体型号 那盒子背面是写了一个 关于德托马索马古斯塔 这个小车的一些简单的历史故事 而据说这个马古斯塔是一种动物 那这种动物的话叫猫幼 为什么德托马索要给自己的这款车 取名为猫幼 因为猫幼它是专门吃眼镜蛇的一种动物 当时这个Sherby Sherby它设计的一款车的名称 就叫做Sherby Cobra 那Cobra就是眼镜蛇 其实这个猫幼是专门吃眼镜蛇的一种动物 这上面还说了一些关于这款小车的设计 比如是一个欧易的引擎盖可开启 以及一个亮橙色的一个设计 OK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小车 那这台车它还是一个水晶观的形式 而我个人觉得这种水晶观的形式 要比板卡的会好很多 因为它方便展示也方便回合 OK那我们现在就把小车拿出来 先把这个盖子打开 那上面它是有一个衬套 也是将这个OE引擎盖门将固定住 在运输过程当中就不会就是甩动 那我们直接把小车从底座上卸下来看一下 那这个固定方式跟之前奔驰300SL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两颗螺丝将它固定的 一会我们看一下我这个编号 我这一台是第17863台 限量是2万 OK我们下面就来看小车 那首先这个我想说一下这个小车的涂色 官方的话说是一个亮橙色 一个电镀的 那拿到手之后 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底盘也是同样这种亮橙色的电镀漆 OK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后面发动机该可动部分 那这部分设计本身是非常棒 其次啊 这个引擎盖上面 它也是做了一个透明的处理 通过这个透明的塑料件啊 直接是可以看到里面引擎的细节 这一点非常的赞 如果你要看更多细节的话 你就可以将它打开看一下 那这台车它是一个V8的引擎 那这个应该算是中置偏厚的这样一个V8 那这台发动机的话是来自福特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它是有写上了 有一个福特的标志 那整个发动机的话 也是采用了一个银色度隔的样式 OK我们把这个引擎盖 递上 那我更觉得对于烽火轮而言 内饰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露空的仿真的方向盘主要是一个仿真的 并不说一个单纯的露空 然后仪表台和中控部分 也都是有分色以及具体的细节刻画 这个角度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底盘的话上面一些是关于这个小车的一些信息 然后车辆刻画的细节的话比较简单 通过一些银色的分色来表征它的一些悬挂以及排气部分 那轮胎这款车它是比较真实还原了真车 就是前小后大 这款轮毂的样式也是较好还原了真车 那烽火轮嘛 对不对 它的滚动性 那我不用推我都知道应该是非常不错 那我想轻轻一推的话就可以从左手到右手了 对吧 那最后我们再来整体看一下这款小车的车身姿态造型 跟真车啊 其实还原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虽然它只是个玩具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的车灯 即使是RC啊 烽火轮也是不会给你独立大灯的啊 都是一个涂装 但这个涂装其实还行 没有什么一个溢色 那尾部的话涂装其实就相对丰富一点啊 两个刹车灯 然后一个牌照 那牌照这个Marco Star 我猜测啊 这个是这个猫又这个单词的一个缩写 当然如果我猜错了 欢迎大家来纠正啊 OK那本期来自烽火轮RC的德托马索小车 就给它分享到这边 我是野军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那我们下次见